来介绍一下这款摇头式的印笔机 这款机器它可以在普通的塑料笔上印字或者logo 机器的底座有六个笔槽 一次可以转印六支研究笔 先来设置一下温度和时间 打开电源 按SET键第一次 显示SP这个是转印的温度 我们这里需要190摄氏度 按加或者减调到190 然后按SET键第二次 这个是时间 按加或者减 这里使用的是20秒 调节好温度和时间 先再次按一下HET键 机器缓回升温带机状态 这张是打印好的激光 转印纸 这些是已经裁切出来的 然后把它贴在响应的位置 用高温胶带固定 再次按下HET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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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开机头 将贴好头纸的笔 放入笔槽背 然后调节一下 合适的压力 直接压下手柄 机器开始放进去20秒 倒地是完成了 先把笔拿出来 等它稍微冷却以后 再这样子撕掉 准确以后 将纸撕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